我国人民决心在本世纪内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 同时我们要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经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 没有点冒的精神 没有一股气一股劲 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无貌风险 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谁敢说这样的话 基本实现全面国产化法 只要我们为东坊引进先进的技术 不知形式大胆尝试 我想会得到更多的政治知识 做上健康法的完成 后排能处样性吗 一定要考虑中导 别让学民感觉只有想不到 没有买不到 在合作前 城市上还可以更加领导 这就是你所谓的 杜亥科技工业 我们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的使命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你们采来了三天还有时间 宋老师 你根本就不了解美国 他们认可的投资报告包含很多方面 财务 设备 税收 盈利模式 加起来得有好几百页 日本的考察团前后评估了多久 你应该知道 反正我自己一个人呢 在这四天里面 是完成不了这项工作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的这次合资失败了 不错了 仍然有机会 我还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这次考察结束 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 我要赶在这份不合格的投资报告 送交董事会之前 再去找吉恩 当面跟他谈一次 详细阐述东海的优势 我相信我能够争取到一次 只针对东海的长期考察机会 不行 这样时间太长了 这件事你不能打电话说吗 宋老师 这将是很多场非常艰难的辩论会 为了落达的先进设备 你连一两个月都等不了吗 我很理解你 但是东海已经等不齐了 是不是是不是 都下班了 找到库馆开门才拿到咖啡 真是对不起 对不起 宋长海在这儿 我可以下班了 司宋 等我回美国走着瞧 我有能力说服吉恩一次 就能说服他第二次 我必须漂漂亮亮地完成任务 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没事 不用了 那你早点休息 宋老师等一下 请那个司机回家吧 我要自己开车 心情不好 需要兜兜风 也行 那你开我的车吧 我的车 车况会好一些 好的 请不吝点赞 来 宋长 日本谈判资料都送进去了 前期的都送进去了 后期那些呢 后期涉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 但那些信息比较敏感 好多东西呢我有点拿不准 就想先开个会讨论一下 起码在党委内部统一下真实 只要不涉及东海的谈判底线 就先给他们送进去 他们今天是看不过来了 要不咱先开个会 现在就给他们看不合适吧 没事 送进去 好 我看到了谈判 与日本人的关系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年成为了一年 是真的吗 你必须要注意 他们会被我们的困难 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它具体的保障和车车的条件 这些问题也不决定 科技能决定 不单身 但我想更多 I would ask you to extend the inspection period and go into negoti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Besides that, it's all good from here. No. But I want more. They offered the Japanese 300 movement of land. And I think we can ask for more. After all, Lotus equipment has a higher level of technology than the Japanese. Is so much land really necessary? 听说亲爱的 我们两个人相信中国的未经历 中国的投资会一定会上升 战略的关系 战略的关系是我的工作 黎安 你认识你去中国是最好的选择我 ever made 我告诉你我会不会让你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礼拜天这还上班啊 来看看大家 打上饭点了 跟大伙一起吃 好好好 行 你少等一会儿 好 走了 走了 你多拿点 行 多这儿 来 你这大鞋子你不就是贵 抓着手里的毛型柜 挂着一层的大鞋柜 你要有钱钱 你还在挂着一层的大鞋柜 你还在挂着一层的大鞋柜 你还在挂着一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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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挂着一层的 冰箱 还有呢 三层的 太冰文了 怎么不看了 还没演完呢 怎么走了 这个没什么意思 我们看不来 来来 换一个台 想看怎么自己放 回头啊 跟高厂长说一下 多配这个电视剧 咱们东海啊 本来娱乐活动就少了 这些男王孩子 口味和咱们不一样 不能什么呀 都以领导的毫无不同 您说的对 咱俩都听着啊 马厂长关心咱们基层工人 刚跟我说 要给大家伙 多配几台电视机呢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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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厂 那咱们跟这个 美国合资以后 那是不是就美国电影看啊 那美国电影好好看啊 那可不一定啊 这日本企业 都来咱这儿 考察过好几次了 跟他们合资的可能性 还是有的 到时候啊 大家就等着看 日本片子吧 这日本人拍电影 不好看 不好看 来 来 王厂 不许前来的文件 什么时候到的 刚收到的 周司长亲自打电话过来 那你回个电话过去 好 你去吧 好 妈妈你帮我收一下啊 好 放进去 你 还我 老领导 新西天还在加班啊 向您汇报一下 上个月您在 化工科技大会上的 讲话文件啊 我带着东海上下 反复地学习了好几遍 真是越学越有味道 越读越有想法呀 想法 你现在怎么也学会这个 拍马屁了 原来你没有这个毛病的 老领导 我这绝不是拍马屁呀 我这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呀 好了 咱们说正事 那个船只收到了吧 谈谈你的看法 没想到布领导 这么快就批准了 我们和洛达赫兹的 谈判流程 这是上级领导 对我们东海的关心 我们东海上下 一定激进协力 很好地把握这次 引进外资的机会 争取更好的吸收 国外的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 就这些啊 暂时就想到这些 好 很好 你能这么理解 跟洛达的谈判 我很高兴 不厉头啊 非常看好洛达 这次谈判的审批流程 一路开吕灯 才这么快 走完了程序 我代表东海三千名干部职工 再次感谢 布领导对我们东海的关心和支持 这话很对 小白 你是东海的一把手 不管跟谁合资 都有你的一份功劳 不要像某些人似的 那么小家子气 不是自己谈来的外资 就不想要了 就不支持了 甚至背后搞小动作 这些都是诱不得的 请领导放心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一切以东海的发展为最高原则 那好 这事啊 你就好好地支持小宋 我刚才也跟他通了电话 他对这次合作 那可是志在必得 那和洛达谈判正式启动了 是不是就暂时叫停 对日方的谈判呢 你的意见呢 我觉得还是先暂停吧 现在看日方的设备技术 并没有优势 与我方在股权比例上 也陷入了僵持 再继续谈下去 也没有太大意义 领导 明确的呢 告诉你 不理也介意 先暂时停止 和日方的谈判 还有事吗 好好好 再见 马长 下班了 老高 有个事啊 占用几分钟时间 什么事啊 要不咱们去办公室谈 下班了 我们一起走走吧 好 好 其实 还是关于咱们跟美国人合资的事 我有点不放心 后勤的老曹 就是负责给大老美保障蔡影那位曹波 给我说了件事 说老美还查账那会儿 有天晚上九十点吧 那些真老外头走了以后 会议室里啊 就剩下宋厂那个漂亮的女学生了 她跟宋厂 单独谈了好长时间花 就这事啊 就这事啊 老高 请你回去转告行政上那些闲人 普风周颖的话不要说 更不允许四处传播 什么意思啊 人家两个人说说话 还要抓一个 作风不简简的现行吗 马长 您误会了 要是这是传闲的闲话 我能巴巴地跑到您这儿来传哪 梁思琛告诉宋厂 骆达这次给他的时间啊太紧了 他要先回美国 下次再来 那宋厂呢 立刻表示反对他走 俩人还吵了几句 我记得当初骆达说好考察完回国的 结果结束考察连国都没回 就进入谈判了 宋厂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哪 这事当真啊 曹博是咱们周圆厂的老人了 人凭我还是信得过的 我相信宋厌辉同志的党信 他是不会做出那些 出卖国企利益的事的 嗯 既然马上定了调子 我一切行动听指挥 老高 上级已经批准了我们和洛达公司 合资的谈判流程 谈判就要正式启动了 周四的态度是 一切以东海的利益为最高原则 这层意思 你明白吗 能超出常规速度 推进合资谈判 宋厂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我想啊 即便在这个过程中 宋厂做了什么稍微出格的事 那动机也是为了咱们动海好 你这话说得没错 现在小宋在前面冲锋陷阵 我们这些人 就是要为他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 以非常为手段 来威胁到我们东海厂 在未来合资中的利益 明白 好 进来吧 麻烦了 你打我一顿吧 你说啥 你打我一顿 这事就过去了 咱们从小不就这样吗 我为啥要打你 我那天说了混账的话 我难受到现在 天天睡不着觉 你说你在里边 受了罪 我还往你心上扎一刀子 我是人吗 你从哪儿学的这句话呀 听着这么别扭 老毛 我对不起你 行了 别跟个娘们似的 你 还是全村第一个来看我的 这份情我记心里头了 坐下吧 这是我让我老婆 给你做的吃的 手艺肯定没微散得好 你操我吃 小雷家个人 小雷家个人 真的就没有一个说我好话的 你刚出事的时候 全村人的确都在骂你 老胡孙都跳出来了 他一个侦还要当什么知书 后来宋厂长落面了 那些不安分的才安分下来 再后来 咱们村子里殖民的是没钱了 劳保 医疗都停了 肠子里开不出足额的工资 那个时候啊 全村的口风气都变了 都想起你的好了 我刚开始我都不敢回村 我们家玻璃都让人给砸了 可后来我回到村子里 大家见着我都可亲的 话里话话都说你好 就盼着你早点回去 你说的这些 几成真几成假 冬门我发誓啊 我要是有一句假话 我现在就给你跪下 咱们小雷家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都随风倒 没个准主意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老百姓的心里头 比你想得明白 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了 老百姓 我找老百姓的刘局长 拖了人情 你在管 每周都能探视 我回头就跟别嫂子说 下一次带着老娘 过来跟你见一面 你还想搞城邦 东宝我这次来 真的不是因为那个事 我就是心里难过 我想你了 我想过来看看你 你要真想搞城邦 也不是不行 下次探视 让师哥过来 我当面跟他说 你就这么回去跟他说 他肯定不会心啊 他这个人 小心 你好 你好 那个 我来探视一下那个 小雷家的雷东宝 你要我去出示一下证件 进来 好 这是怎么了呀 师哥 你 你这是 受到病了 我 我没用 我做什么错什么 你呀 有对有错 错就错在本事不好 算小雷家是那么好管的呀 可是你硬霸子抓得老啊 没让私人占了机体的便宜 这事对 我真就快抓不老了 村里现在没有钱 底下人都想着要造反 那新来的乡长 一开始还能帮着 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可最近 也被银行逼得紧 每个月都让村里往上头 交大几万块钱的利息去 村子里那两辆车呢 你回去卖了 有一辆 让清查小组开回去了 管他呢 卖了 你让买主 自己去找清查小组去要去 拿了钱村子里收好了 村子里没钱说话都不想了呀 你得把那钱捂住了 那十几万那也是钱 我记住了 那 咱往后怎么看 你让我说 把村子里的厂子全都承包出去 我 你不是最反对承包吗 以前我反对 那是怕有人挖了小雷家的墙角 现在小雷家的房子都要塌了 我还管得了墙角吗 你回去 就拿建材厂当实验点 包给宏伟 他是咱们小雷家土生土长的人 你不用担心 他不需要那承包款 你也不用担心 他经营不好 那承包款定多少钱 先请三年 一年二十五万 免年涨五万 那万一洪伟要是嫌多怎么办 这建材现在不好看 这上下你可以浮动一下了 但最少不能少个二十万 要不小雷家亏大了 中复走了 但是猪尸还在 要不按照你说这个法子 把猪尸也都承包出去 猪尸投入太大 你一下子承包出去弄不好 你可以一排一排地分包出去 但是你一定要保证 挖回承包款 只要地方在你弄得好 不愁找不来疯狂 村里人都会养猪 规模稍微小一点 大家也都能照顾得过来 好 我在这里边一直琢磨着 这次我栽了跟头 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了 我错就错在 不该逼着别人学我 杜尔 你这话啥意思啊 我可以不管赚多赚少 一门心子为小雷家拼命 别人不行 我可没有死心啊 世人都有死心 你有 我也有 我可以不用管赚多赚少 但是我得赚这张脸 这么多年了 小雷家挣的这些荣誉 表彰 都让我拿走了 领导接见 记者采访 所有出头落面的地方 都是我去的 所以啊 我少拿一点 我没有怨气 可是别人呢 别人不行 别人什么都没有 只有多赚点钱 他心里头才能预点 能预点 东宝你要是早能想明白这一层 忠叔就不会走了 我早就应该这么干了 我是说 我早就应该把权力分散下去 这样就不用事事我去出头 最后还得弄到什么责任 我来承担 还得拿手钱来 回路程明远 害了他 别害了我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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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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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不错 是宋厂定的谈判策略好 他们提的条件基本都在咱们接受范围之内 几个难点一提 也只是拉扯了三四个回合 就达成了一支 但是这份谈判纪要当中 并没有提到工业用地的问题 是没有谈到还是美方对我们的条件没有意义啊 宋长 我们来其实就是来向您汇报这件事情 二期用地三百亩的计划是一早就在咱们条件里的 美方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今天早上 他们突然提了一个新的要求 说是要东海提供两千亩土地用于盒子厂建设 两千亩 我当场就驳回了这个要求 东海一期也才五百亩 二期部分基础设施也可以和一期共用 用不着这么多土地 但是他们很坚持 双方谈了一天都没有任何宋总的迹象 那他们有没有解释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土地啊 说是为了后续合资产扩大产能做储备 说什么要跟蓬勃兴起的中国经济共同成长 反正都是官话讨话 那你判断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老外发现他们提的要求 却在宋厂的华丁范围内 感觉提得低了才在他们一手 想要推翻冲单 小丁 你跟美方的人接触最多 你的想法呢 我觉得 骆达还是想跟咱们东海合资的 有可能前期过程太顺利 让他们觉得我方过于地配合 所以想要加高砝码来试探我们的底线 我建议啊 宋厂 我们采取强硬策略 或者干脆晾他们两天 反正他们过两天要回去过什么 圣诞 假期 这一段时间啊 工作比较忙 但我听说美国化工工人谈判经验非常丰富 我就过来旁观学习一下 没问题 欢迎 欢迎 好 先生 虞 您的选择问题是什么 关于用地的问题 你们讨论出结果了吗 梁代表 我们东海啊 很真诚地希望能和洛大合作 而且已经在人力 财力 厂房 还有销售渠道方面 提供了最好的条件了 但是 这两千亩用地的必要性 我们表示怀疑 所以说不 然后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要求两千亩的土地 是为了一组续建议 这对双方的利益 这是我们的基础 合作的基础 应该是互惠互利的 这两千亩的土地 坦白地说梁代表 我们看不到 它对合资公司的实际益处 这种优优独 我们在这次合作是一个质量的冲键 但是在未来 我们将将会在冲键上 一个化合的化合 约翠锯 氧化合作 和氧化合作 你认为2000年乌娜娜菲兰 是这样一个化合的化合 我要说两句吧 昨天你们提出新增条件之后 我连夜与上级主管部门 和地方政府提出了申请 去争取了这两千亩土地的规划 东海在合资这件事情上 已经表达了足够的诚意 但是要在协议中明确 这些土地只能用作合资工厂 储备的工业用地 没问题 另外 我们也有条件 洛达要与东海 联合建设研发中心 每年洛达从总部派驻 至少五名化工技术专家 并为东海厂的员工提供 每年不少于五十人的海外培训 先生 像我刚才说的 这两千亩土地的产业 并为合资工业的发展 我也不是在和你谈交易 你说希望合资厂能建成一个 覆盖全产业链的优质公司 那么你认为 要实现这样的宏伟目标 最重要的储备是什么 那么你认为 能力保护 没错 我提出 洛达与东海联合建设研发中心 就是希望快速培养一批 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工人 让合资厂的独立价值 更为明确 既然梁代表 有储存土地的长远眼光 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吧 好 好的 如果梁代表能马上与总部取得联系 我们当然会很高兴 我恐怕你才会稍等一下 一会儿 我们总是很快的决定 但是这次 很难说 因为你的新领域 不容易 这部电话 可以直接在国际上扣 好 谢谢 喂 妈妈 是我 你在忙吗 没事 我就是想你们 咱跟你聊聊去 我明天就放假了 这个假期 我们可以好好逛过上海 好 好 对不起 各位等待 好 是 约有数年成 affili过程 董厂长 合作愉快 我建议用 又 ambitions 我们一定是专业高层 宋厂长 合作愉快 我建议我们双方 都抓紧落实条款 争取在圣诞假期之后 完成签约 用地问题 牵涉到的部门比较多 春节后应该可以得到 明确的批复 好 希望我们春节后 顺利签约 好 似乎我们会回到美国 是 那我们再来一趟 我们再来一趟喝酒 李安 请你参加我们吗 我今天很累 你应该做饭了 好 再见 再见 李安小姐 杨询 你怎么来了 专门过来欢迎你来东海 那你欢迎得有点晚 我都来一个月了 我知道你来一个月了 我是怕你工作忙 一直没敢打扰你 要不我们坐下说 行 这边行 这边行 谢谢 谢谢 这 这什么呀 一点小礼物都不成敬意 谢谢 怎么样 喜欢吧 杨询 我们上次见面不是说好了吗 你我之间就是平等的朋友关系 你真不用这么客气 我这个不是科学 这真的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啊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叫紫檀木花开富贵庄莲霞 我找内行人看过了 说是青三代的老物件的 那这这么长的名字 应该挺贵的吧 何止是贵呀 关键是这个东西太难找了 你知道到我手里的时候 这个盒子并不是这样的 上面全是绣点 里面那个镜子也是破的 我只能找一个老师傅 帮我重新又打了一层蜡 我就跟他说 把里面那个破镜子 换成一个新的 你猜你师傅怎么说 说这种老盒子 不能装新镜子 你说可笑不可笑 那你怎么会想到 送我这种东西啊 你不喜欢啊 我是问了小辉哥 小辉哥说 你是在国外长大的 什么都见过 我就想啊 应该送点有中国特色的吧 我就觉得这个盒子 特别有中国特色 关键 你就直接说吧 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 我 我真的没什么事情找你 就想送你一个礼物 你要是不喜欢 要不你就扔了吧 那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我肯定不会生气 以前有外公家里 全是这些宝贝 什么华丽的桌子 沉香的椅子 碰都不让人碰一下 还专门请人 每天用丝绒布去打理 我是不懂这个 其中的乐趣是在哪儿 但是啊 我不送你这个礼物 是应该不喜欢 而且无功不收 何况还是种个贵重的礼物 你看你说的 不都送过礼物吗 这次算我没法够跑 下次啊 保准送到你心坎里去 杨仙 你该不是想追我吧 我先给你 好 跟着 我 tv 带你一个人 来自你 安 Impost 那你 快小人 快小人 你 带你 走过 来自耕耘的浪漫 宽广的大河 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 奔腾向前的打架 来自高山的步语 河光同行 跌跌撞撞的摸索 河光同梦 奔不顾身的坎坷 河光同志 不为生命而来 不为嘀咕而去 你看那盛房的花 爱自期盼的种子 你看那风说过时 爱自耕耘的浪漫 宽广的大河 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 奔腾向前的打架 来自高山的步语 河光同行 跌跌撞撞撞的摸索 河光同梦 反不顾身的坎坷 河光同晨 不为生命而来 不为地鼓而去 河光同晨 为你而来 有你我在 有你我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